上午8点,凤凰队打算续约周琪 铭记强势发声,周琪决定惹争议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视频开头,劳烦大家长按点点赞 你的点赞会让更多喜欢周琪的球迷 看到这个视频,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言归正传 北京时间3月14日,CBA第三阶段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 在昨晚辽林队对阵浙江队当中 辽林队以120比101完成了对浙江队的复仇 目前榜首位置争夺进入了白热化 广夏队和辽林队不相上下 上海队只相差一个胜场 这段时间很多人都去关注CBA了 但却忽略了周琪 最近一段时间周琪所在的东南墨尔本凤凰队 确实没有什么比赛可打 球迷们也很久很久没有看到周琪在赛场上的身影了 但就在近日知名篮球博主澳洲篮球 报道了一个重磅的消息 这个消息就是目前凤凰队正在着手 谈两笔续约合同 这两人分别是凤凰队的主将练 西蒙米歇尔和咱们的周琪 按道理来说 澳大利亚NBL联赛常规赛还在进行 凤凰队高层已经开始着手续约周琪 能够在高于国内CBA联赛的NBL站稳脚跟 获得球队高层的认可 球迷们应该非常欣慰才对 但很多国内球迷却高兴不起来 事实上大多数球迷并不怎么支持周琪 继续在凤凰队打球 因为周琪一直在做冷板凳 没有得到条件中的首发位置 甚至连替补都不如 这就是与周琪刚刚进入凤凰队的时候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其实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周琪刚加入凤凰队的时候 凤凰队看到了周琪身上的一个商业价值 周琪在中国有着比较高的人气和粉丝群体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周琪刚去凤凰队的时候 会如此的受欢迎 周琪被边缘化的第二个原因 主要是因为周琪的个人自身原因 看到周琪逐渐被边缘化 球迷们纷纷在网上喊话 提高周琪的上场时间 凤凰队的老板也是主动找到了主教练 要求提高周琪的上场时间 但是凤凰队的主教练也非常的无赖 最后采访中说出了周琪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 主要是周琪不能面对比较强一点的身体对抗 面对比他强一点的身体对抗 只有通过犯规来阻止对方得分 但是在很多时候 犯规会给球员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这也是周琪逐渐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包括现在很多球迷直言看凤凰队的比赛 几乎都被气得够呛 凤凰队几乎没有球员愿意给周琪传球 后卫线的球员拿到球一味的单干 那么国内不少球迷真是被给气坏了 就连知名篮球记者都直言 可别在那破联赛打球了 各方面真不如我们CBA 但周琪的优先续约权还在新疆篮篮 如果新疆队不愿意拉周琪续约权和辽宁交易的话 周琪大概率还是无法回到CBA 所以或许目前周琪最好的选择还是留在澳大利亚打球 但是很多球迷还是建议周琪不要和凤凰队续约了 凤凰队虽然准备续约周琪 但是从周琪在凤凰队的表现来看 凤凰队真的不太适合周琪 对于周琪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下面留言哦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